欢迎收看哈新闻 我是花花 每个人都有低潮跟失忆的时候 但是面对处理的方法却是白白款 浩如啊 这个曾经是偶像团体F4之一的朱孝天 她最近似乎有不少惊人之举 对 而且提到朱孝天 我想大家应该最深的印象 就真的是F4之中的一员嘛 以及很多很多都是跟美女传出的绯闻 没错 因为其实朱孝天长得真的是不错啦 idol级的 而且粉丝真的骗 就是等于是在华人地区 你看日本啊 韩国啊 台湾啊 都知道他 都有 对 所以她最近有几项举动 真的让人家看到以后就是歪腰 不然就是下巴掉下来 什么样的举动 我先说第一个 大家就一定会觉得 哈 怎么可能朱孝天这个偶像 这个帅哥耶 他在去年2013年的时候 他就曾经选择了在泰国 短期的剃度出家 这中间还经历了1月15号 是朱孝天的生日 那一段他的生日的那一段期间 他也刚好在寺庙里面 他说他那个时候想说 生日要到了 然后刚好把自己的房间整理一下好了 这样子 然后给自己一个清静的环境 这样子 所以就去这个寺庙里面接了吸尘器 然后插了插头 吸到一半 砰 吸尘器的插头 插座爆炸 起火 吓死了 还起火 他赶快用脚去踩踩踩踩踩 把他踏袭 他想说这怎么搞的 我生日怎么会 这个是个不好的眉头 这个不好的预兆这样子 他赶快去禀告这个寺庙里面的这个僧侣 禀告师兄 说怎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而且是我生日耶这样子 那师兄只淡淡的回了他一句话 什么 有时候人的生日跟忌日 同一天也是一种福报 真的 然后就 没想到 我们是不太 我是没有办法顿悟这句话的意思 真的是很看破生死的感觉 对 就是另外一个时空 但是这个师兄这样跟他讲的这句话 他觉得他突然好像当头棒喝一样 然后去反省了他之前曾经 他的生活 他的个性 因为曾经也很多人形容他难相处 孤僻 高傲 所以他也去反省了自己很多 生日跟忌日同一天 是一种福报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对不对 人生不就如此 C'est la vie 是不是这种意思 反而去领悟了 对 所以他就反而看开了很多事情 顿悟了很多事情 所以他下了很多决定 他的人生要改变 于是从他出家这一段时间开始 到现在的改变 又令人感觉到非常的惊讶 就是他的惊人之举 好 他回来 从泰国回来之后 这个经纪公司帮他安排了 这个日本东京的粉丝见面会 那他的这个日本东京的粉丝见面会 其实也已经行之有年 大概八年之久了 他在那边有非常多死忠的粉丝 然后那些这些看他的剧长大的 这些影迷啊歌迷啊都一直跟着他 他呢却在这个东京的这个粉丝会上面 怎么样 无预警的跟大家宣布 这一次就是我跟你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以后这个粉丝会呢 我会无期限的无期限的取消 做取消 怎么会 就是不知道什么 不知道下一次是什么时候 对 无期限的取消我的粉丝会 所以下一次我没有说要退出 但下一次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所以这一次要在这边跟大家告别 就眼眶含泪 然后就有点哽咽 但是你知道台下的歌迷想说 怎么回事 错愕啊 太下课了吧 怎么会突然有这样子的事情 再加上呢好东京这件事情 大家看不到 看不到他了吗 看不到朱孝天了吗 这件事情正当大家还在震撼的时候 他想说他是不是要道别了 那没想到呢 朱孝天东京回来台湾之后呢 他参加了一个法会 那这个法会呢 也是他在泰国出嫁的那个九塔寺 刚好呢这个九塔寺的大师 来到台湾的中立 举办了一个红法的大会 那朱孝天呢 就前往中立也去参加了 因为毕竟他在那里 待过了一段时间嘛 然后我们还有照片 这个呢就是朱孝天呢 当时呢在中立 跟着这个泰国的大师祈福啊 然后这个祭拜的这个样子 对 然后呢 他在这个法会上面呢 他竟然也出了惊人之语 说什么 对 他就自爆说 其实呢 他现在感情生活 他的身边当中 有好几位女朋友 但是呢 他不想安定下来 他只想要生小孩 大家想说 怎么搞的呢 好跳蹭喔 你不是已经应该六根亲近 或者是应该已经 看破红尘 空极是什么 什么什么之类的 但是他又自爆说 我身边有好几个女朋友 但是我想要生小孩 所以大家说他是有点看不懂 对 盛美姐 其实当年F4的成员 他们都曾经面临到转型的问题吗 那你就觉得好像只有朱孝天 他跟其他三位的路线差蛮大的 对 各位不要忘记了 F4是台湾之光 你想想看 在Super Junior崛起之前 谁可以横扫整个亚洲 F4 那个时候韩国 日本 更何况内地 香港到台湾 到目前为止 他们的记录 我觉得台湾的男团 比较难够难去突破 真的 那首流星雨 对 而且 盛美姐到现在都还会唱不准 对 都唱不准 流星雨 这样子等下观众全台了 我想听到我 接下来讲的故事很精彩的 好 那F4这样的一个发迹 是因为财志平当时要拍 这一个漫画 大家也知道 因为流星花园的红 所以韩国也拍了 日本也拍了 那这部戏当时还选 财志平就选了这四个人 各位记得吗 当时流星花园拍到2的时候 他们2有一个记者会 流星花园1 四个人已经爆红了 那个爆红的程度 真的是让人非常惊讶 走出已经不能走出去了 因为走出去都尖叫声 你忘了F4在台湾 造成了那种辉煌的战绩 流星2的时候开记者会 我们都知道 每一个团体里面 一定有一个人光芒四射 他一定是属于队长级的 那个时候不遑多让 一定就是暴龙严惩序 他最红 财志平也最疼他 财志平具有点石成金 这样的一个 你知道吧 这样的一个功效 那个记者会上 他一进了那个记者会 手就发抖 眼眶含泪 大骂经纪人是吸血鬼 各位记得吗 吓死了 那个时候我们记者都在想一件事情 F4是出了什么事 为什么在第二部戏 你们就这样了 更何况我一直觉得 对于严承旭来说 骂财志平是吸血鬼 这件事情对他自己的演艺生命 伤害非常大 对 为什么 当然当时他拍戏很累 是一个原因 但是毕竟财志平 在这么多人当中 选了你们四个 而且四个当中 光环最亮的又是 就是他 到现在为止 在我们港台3D 很多人还是在讨论 严承旭跟财志平之间的 姐弟恋 有没有 虽然吸血鬼事件 后来和平落幕了 严承旭也跟财志平 后来他们在演唱会上 有报报 不是还含泪 后来严承旭还说 他要公开再把财志平追回来 酒把刀不是还呛说 你不要出那张嘴 就去做 我先讲这四个人的性格 真的是性格决定了 他们的命运 吸血鬼事件之后 我觉得严承旭他改变了很多 在吸血鬼事件之前 他真的有点大头症 因为大家真的 把他伺候得非常好 你的服装 你的戴眼 你的脚本 你每天的工作作息 你应该进账多少钱 我们也知道 严承旭他是担心家庭出生 我认为他对于收入这件事情 他是蛮在乎的 当然 那吸血鬼这些事情之后 慢慢慢慢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开始自立门户了 其实他有一段时间 是在周伦的捷威尔公司 大家记得吗 都不记得了 我不记得 那一直走到现在 他大部分时间 是打理自己的经济医院 我觉得这个男孩 让我看到了不同的转型 所谓不同的转型是 他知道 得罪了记者 对自己绝对没有好处 他跟粉丝 他跟记者 维持非常好的关系 可是你不要想 从他口中知道 他的私生活 我也觉得他都很神秘 他超神秘的 我觉得他根本就是狡兔三酷 你知道记者 拍周杰伦都比拍他容易 周杰伦还有一辆蝙蝠车 有识别 各位 严承旭开什么车你知道吗 开什么 只有他的车子 一个很破的车 真的 他开在路上 你都不知道 那是严承旭在开的车 这样才好啊 那我再问你们 所有的狗仔 也不知道严承旭住在哪里 我知道 都知道 女生都不懂 对不对 你干嘛讲出来 我们知道大约的位置 但是不知道哪一栋楼 或哪一户 他非常神秘 你知道拍他他多厉害 他拍过白塔 他都知道哪些医院 地下室很好进去 他都会先请那个计程车 停到那个地下室 他就从地下室 那个医院 再从另外一个出口上去 叫计程车 然后就离开了 这么厉害 那因为他的这种性格 你看他有一段时间 跟观影传练情的时候 观影是一个 有什么说什么的 观影都会说 我跟严承旭 那不就人鬼恋吗 对 就那句话 用鬼来形容严承旭 但是还蛮不错 就是你真的神龙见首不见尾 他去哪儿啊 还无影去无踪 而且还无影去无踪 他这个人 你会过来讲宅宅 你看如果说严承旭 是一个脚扑三窟 有点心机的兔子 宅宅基本上就是个姨 姨 她非常的逆来顺手 你看她的性格 这四个人里面 其实都呛过媒体 朱孝天就不用讲了 她的故事很强 你看宅宅 从她一开始 跟大爷子谈恋爱 这个男生非常的妙 你知道大爷子还没有嫁人的时候 那时候小爷子也还没有嫁 然后他们家还有一个大姐 一共三个女儿 再加上徐妈妈就四个 那宅宅那个时候是住在大爷子家 跟着大爷子吃素 然后大爷子跟小爷子呢 他们有养了一群的流浪狗 黄昏的时候呢 就看到宅宅 你知道很乖哦 穿着拖鞋短裤 然后就一手牵一只 这边是五妹娘 然后这边一只 我叫不出名字 反正就很多只 就出去遛狗 然后他们家跟马凯尔家 是同一条巷子 就看到宅宅那边遛狗的时候 妈妈妈还会走过来 跟她聊聊天 她再离开 就基本上她可以去选里长 你知道吗 就是 里面的什么 大家想要都认识她 打招呼 就是很住家男 其实宅宅呢 跟朱孝天是加入同一个 那个越野车俱乐部 知道吗 那个越野车俱乐部的老板 形容他们两个就很妙 她说朱孝天是一个 骑车很很稳的人 就表示说朱孝天骑这个越野车 她是悠有 她是享受这种骑越野车的感觉 她是去玩 她说宅宅起车完全暴冲 拼命 她来就是冲 可见宅宅不是没有刺 她有 但是她把她的发泄放在这厂 汽车上面 就很压抑 然后终于可以骑就暴冲 然后平常就很压抑 很平和的载六狗 平常就是一样 一样有没有吃竹子一样 我意思是说不是每一个人天生都能够拟来顺手 只是他们去发泄的一个管道不同 那朱孝天是喜欢做自己 而宅宅呢 她不会表现出她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也就是一直以来记者跟他们相处的时候 大家真的对宅宅的印象会比较好 我为什么要讲营呀 因为宅宅开车技术很差 出过两次大车祸 一次要开回去宜兰雪碎的时候不是出车祸 然后她第一时间抠了大S 大S去救嘛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呢 她就是中秋节的时候 中午她就跟大S去采买 她就在他们家巷口 也就是在我们狗仔车的面前 她就出车祸 出车祸她不是撞了人 就跟人家插撞 大S第一时间就跳下车就走了 就怕记者来拍 那宅宅有多可爱 你知道如果是四个人当时遇到这样的状况 我认为严陈旭 一定当场会叫她女朋友留下来她走 因为人鬼恋 她一定是那个鬼 鬼要先走 那Venice一定是我们来拍呀 因为她是花隶属 如果是朱孝天呢 朱孝天会怎样 这次位 就骤人 觉得当场暴走 没有她不会走人 但是一定会 骤人 她说她是骤人 可是宅宅 我刚刚讲就营亚的个性 她其实很想赶快结束这件事 她就跟那个跟她插撞的人讲 也是个女的司机说 要多少钱赔多少 我都赔 我有保险公司 我跟你签个单据 但你先让我走 对方答应了 我们那狗仔在后面立刻报警 因为警察来她就走不掉了 结果警察来之后 宅宅 常常叹了一口气 他只要在线上拍吧 要不然什么就拍吧 就逆来顺受办怎么办 对 你不觉得四个人 个性完全 个性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几年宅宅一直努力转型 向她拍回家 她报寿 然后她努力在她的演技 你可以看出她个性 她得到金钟奖影帝之后 她做了一件事 也凸显这四个人的个性 她做什么事 她开了微博 她之前都没有微博 你从来不会在脸书或微博上 听到任何宅宅的消息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她很神秘 她开了微博 她只关注三个人 哪三个人 朱孝天 严晨旭 吴建豪 真的喔 连郁宏渊都没有 真的喔 真的 然后她关注这三个人 对不对 那就表示仔仔是 这样一个个性的人 可是因为她只有关注这三个人 就变成一个大新闻 大家就说 天啊 仔仔你只关注三个人 可是这三个人当中 有两个人没有关注她 严晨旭跟吴建豪没有关注她 真的很过分耶 只有朱孝天关注了她 那新闻做出来之后 仔仔